然後讓我那個機器跑到上面 去分梗 分完梗之後 然後給女生去包裝 男生就是一直包 一直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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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個 答對 我是黃邦 歡迎收看 澳洲幫幫忙 沒錯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櫻桃農場的包裝場 那我們 Let's go 首先我會分 幾個區塊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在櫻桃農場的包裝場 我們是住在農舍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的農舍 OK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農舍 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這樣 這是我的房間 單人房 有點亂 其實 比芒果好很多 來 通風 關起來 還上睡覺的時候 42號 我們還有一個洗衣間 哇 我看洗衣服 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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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 曬衣場 三門房 三門房 庫巴 這就是住的地方 我們的洗澡的地方 以及餐廳的地方 還有就是廁所的地方 比芒果農場好很多 但是最厲害的是 我們有30多個人 將近快40個人 我們只用了兩台冰箱 一台微波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客難非常的急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好的 30個人用兩台冰箱 欸 有三台喔 這台就是沒有插電的 喔沒有電的 嗯 讚讚讚 可以 這樣不會壞掉就好 洗澡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 還不錯 這是 沒有像芒果農場 這麼的 簡陋 雖然就是一樣一個布簾 就像當兵一樣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接收 然後 再來就是廁所的部分 給大家去噴 我不知道為什麼下面那個台子啊 要這麼高 真的是很害羞欸 原來是不小心在放塞的時候 真的是 就是要小心翼翼 而且那個隔音效果 根本沒有什麼隔音效果 那個噗咚的聲音 在旁邊的人都聽得到 所以 每次上廁所的時候 我都會比音樂上 不然的話真的是太害羞了 等一下要起床 上廁所 就是要 這麼默黑 太濃色 那個 夾一下 看你也看不到 好 滿天心 拍不到 南車好遠 今天月亮好遠 恭喜 我們走到車 上車說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 想要了解一下 一桃包裝到底在做什麼 我會分幾個小巷來跟大家分享說 今天就是 男生的工作跟女生的工作不一樣 好 好 8點半 上班 啊 應該 可以睡到前三分鐘 再起來就好 8點21 還8點半上班 早餐也不用吃了 人兩個小時後 就休息了 完蛋了 25分了 好緊張 大概準備就好了 因為很近 那我們出門吧 完蛋 上班了 5 走路不用3分鐘就可以上班了 螢光大陸 今天上班內容 估計看不到櫻桃 我們要幹嘛 估計看不到櫻桃 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我們是去拿掃把打掃 蛤 我們是來包櫻桃還是來打掃 請問一下 沒事 可以走路上班耶 我們媽媽都還要開車 還要早點 再一次 走三分鐘就上班 記得拿羽帽 還有口罩可以拿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包裝廠呢 全部都是做實心的 就是白工廠 26.73 等於說你做得多 一樣也是26.73 做得少 也是26.73 那我現在來開始先分享 女仙的工作 這樣直白一點 就只有一個 看那個影片 它就是輸送袋 那個輸送袋就是狂噴果 然後就是每一個品種都會 size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大小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它有從最小22到最大36都有 然後那個超屌的機器會自動 把那個櫻桃的梗把它分掉 然後上去之後 它會自己分顏色 分完顏色 然後再分大小 然後每個梳的地方都不一樣 運氣好的時候呢 你就站在梗裡 沒裹的地方 你就可以站在那邊 可能稍微稍微的偷懶 運氣不太好的 特別幸運的呢 你那條呢 那個藍色輸送袋 通常是看不到 就是超級爆裹 但是通常這時候 就是那些沒有裹的人 是需要去幫忙那些 爆裹的那些人 我們最誇張 一條纏線 最誇張的 有站到十個人 那個真的是 爆 超爆 超扯 女生呢 就是調裹裹好了之後 就往後放 第二份工作也就是 摺紙箱 其實應該是摺紙箱的孩子 摺紙箱就是 就是摺紙箱 顧名思義就是摺紙箱 就是整天都在摺紙箱 女生的工作 就是簡單 容易 接下來 就是男生的工作 因為我們團隊男生 大概就只有六七個 包包 第一 就是倒骨 就是把骨 直接倒在那個水池裡面 然後讓骨那個機器 跑到上面去分梗 分完整之後 然後給女生去包裝 男生就是一直包 一直倒 一直倒 一直倒骨 這是第一個 日日日到骨 妳好嗎 她好啊 因為她會幫我 她會幫我 然後跟我聊一下 但是她很讚 不塞啊 我剛剛有個機器 已經倒中了 我不能倒太多耶 第二個呢 就是女生包裝完之後 會把箱子放到後面 放到後面之後 男生就是要再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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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就是看裡面有沒有爛過的部分 包裝完 我們把它綁起來 蓋箱過後 我們要放在後面那個 拉托板車 就是一盒是五公斤嘛 有一公斤 有兩公斤 有五公斤的 然後我們就是可能 五箱五箱去抱到後面 搬酒真的是很累 這就是男生在做的工作 現在的工作叫做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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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哈囉 這次在哈囉 不要看似很輕鬆的工作 很麻煩的 很無聊的 非常無聊 一箱 這樣 疊起來 又是這樣子 一樣高 第三呢 如果滿板之後要怎麼辦 我們要殘膠袋 然後再加那個保鮮膜 把它包起來 不要看這樣拉起來 很像很輕鬆 那個真的超級累 就是殘膠包母 殘膠包母 那個頭會暈 然後又要拉得緊 很累 走 走 走 第四個 就是拉那台板車 我們包完膜之後 拉完那個膠袋過後 我們要把它拖到拖板車裡面 然後每次下班的時候 我們要把那個拖板車 可能要出貨 然後把它全部把它拉出來 嗨 一群殺掉 拉快點 拉快點 壓 壓 壓 我們應該拉 四 應該有三十百 那個你不要小看 然後那個最高 跌到最滿 我估計算大概八百四十公斤 這個 八百四十公斤 快死了 真的是超重 我真的是 肌肉真的變很大 但是 有一次搬太重 那個大腿差一點抽筋 那個拉那個車真的是很吃力 然後一直要這樣 用力 拉 就是要這樣 男生就是只能做這種奇怪的工作 一天下來 我們甚至可能有一天 可能換個三到五次裹 換裹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原本的板 原本可能還沒滿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拉到裡面 之後再換一個新的板 然後我們再繼續 我們就是把拉板拉到冰箱 然後再拿新的板把它拿出來 那個板 你不要看這樣 超級重 超級累 這就是男生在做的 而且倒骨 拉板 挑骨 包裝 包膜 拉 跟女生一樣 就是26.73 沒有比較多 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這就是男人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特別的 有一次呢 我就是被老闆叫下來 幫忙處理一下 爛掉的櫻桃 怎麼弄 那天我搞了50病 我就是一直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把那個產品之後拿來去 秤中 秤中之後 那些都是要出貨的 有50病的櫻桃 他說要拿去做什麼 我就做櫻桃汁 你敢信 那個都是爛果 我在幫他們處理垃圾 你看這台卡車 全部都是裝垃圾 他說這個加工後是要當櫻桃果汁 你敢信 你看 你看 這個呢 全都是垃圾 這個要拿去炸櫻桃汁的 你們敢信 好可怕 那這份工作呢 就是這個時候 要算幾公斤 要把它打成櫻桃汁 想不到好不好 最後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為什麼會來做這個實行工 我不是一直都說我很討厭實行 但是我就是想說 我想要了解一些 為什麼這麼多人想要去做實行工的部分 尤其是包裝廠 我跟你們講 我這輩子 絕對在澳洲 不會再碰實行的包裝廠工作 真的 超累 超無聊 然後那個紙箱 我的手都爛掉了 都爛光光 超乾 好可怕 薪水就是26.73 永遠只能用更多的時間 去換取更多的薪水 我之後會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有做過實行的外場 然後現在我有做過實行的包裝 然後有做過寄件的外場 也有做過寄件的包裝 我會用這四個來去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的優缺點 最後我要跟大家 總體分享一下 我在櫻桃包裝的感想 因為櫻桃就是個短季節的農作物嘛 所以只要農場主一打開 就是會盡可能幾乎沒有讓你休假 應該是說就是沒有休假 可能連續讓你做一個月都不休假 我現在已經連續到快14天吧 然後每天都快要10個小時 然後男生就是工作得非常的累 每天早上7點半上班 然後大概6點5點才下班 那甚至有時候會到7點 男生就是要去搬重物 拉東西 反正所有出重的東西就是男生要去做 澳洲呢 做實行的工作就是 男生要記得 你的肌肉真的會變大 但是 真的真的非常的累 要我再選一次 我真的不會想要再做實行的包裝 大家應該會知道 很多人就會有做一些比較的型態 就是可能 大家都領一樣的錢嘛 有些人就想要偷懶 有些人就很認真 乖乖很認分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那些偷懶的人不知道怎麼想 他們可能就是想要騙錢 騙實行 但是那些認真的人會怎麼想 看到那些在偷懶的人 那我什麼事也可以這樣做 那大家如果都這樣 那怎麼弄 像我自己在工作上的話 就是不管做實行做基建 我就是用最認真 最 我們就是給人家勤嘛 我們就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不要就是想一些偷雞摸口的事情 我就是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那個心態要調整一下就是 如果你覺得你適合做基建的話 那我覺得你們還是趕快離開做實行的工作吧 因為我還是喜歡做多少是領多少錢 我不喜歡我做得要死要活 然後跟那些偷懶的人 甚至那些耍費的人 然後領的錢一樣 幹嘛對不對 那我如果我在外場 可能那些比較山脈的人 你去耍費 你去慢慢摸 慢慢幹嘛 講難偏一點 跟我屁事 真的不關我的事啊 因為你可能實行算下來之後 可能只剩下十幾塊 但是我實行可以五六十塊 所以為什麼 我會喜歡做基建 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OK 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今天的分享的話 請在下面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澳洲幫幫忙 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 請打開 請打開